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中国队还是没有出现 每个人都在思考 中国足球未来的路在哪里 足球是一项科学的运动 不可能一蹴而就 人们决定从娃娃抓起 在全国士林青少年中进行无差别选拔 就这样 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多人口的国家 开启了新一代足球天才的搜寻计划 代号分母计划 中国正意图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一个足球王朝 屏幕的战去 优优精 小伙优精 新一颗 正期 移民 成绩 正在 市场上 新一颗 一些 一颗 一颗 比赛已经进入到第85分钟 留给双方球员的时间都不多了 等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球 一进毒射 被门将单手不输 哎呀 这是一次很有威胁的射门 角度非常刁钻 张大手立功了 进攻啊 第88分钟 这种时候真是一点失误都不能出啊 门将迅速开球 第一点被马达抢到 马达不会叫马达 启动速度非常惊人 马达发现了全场的阿亮 一致紧准的长船找到阿亮 他想直接打门 被断定了 好球 阿亮应该是着急了 没有注意到身边的防守队员 好代队有及时将球抢下 球权在队长脚下 好球 传球给小胖 防守队员密抢 八赛回旋 这个小胖非常灵活 传给三进 三进的个人能力非常强 吸引了三名防守队员的注意 传当突破非常轻松 找到阿亮 对啊 阿队 前场在要求 阿丽带球 阿丽带球 防守队员滑铲 漂亮 阿丽守后跟将球挑起 躲过一劫 分给边路的阿泰 阿丽这边 又是一进山背后的滑铲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应该是反规了 果然台判出世了黄牌 前场任意球 由前锋莫以反处罚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直接射门 皮球越过人强滑出一道诡异的弧线 球进了 比赛结束 我一番绝杀了比赛 这是一场严肃的比赛 你们赢了这场比赛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你们几个之中 只有三个人能进入分母计划 我的责任 就是从你们之中选出 身体 心理 智力 最优的那个人 现在 面试开始 第一位 张大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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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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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